之前官議會的第五次的定期會 會中管理有地方官標示 民國七十億年嘉義館市分地 在市場本來是新華區有嘉義館市 公平來分開 這哪親像家人裡面的2,000含2人 本來都在家人裡面 館市分開就哪親像2,000含2人 公平去分開 有些嘉義館市的公共事物 是真難解決 所以希望中央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大法跟大法 兩部分 在產業分工上 嘉義館始終扮演著農業的角色 因此我們就陷入了結構性的困境 人口開始外移 但是這種結構性的困境 卻因為後來只想死了 陸續生活 反而更為惡化 後遇入時代的臺灣 已經形成了一個核心都會區 跟邊塞農業縣的兩大區塊 立委擔明文是表示 嘉義館市已經分開超過35年 館市也跟進來 完整的行政運作規制 現在來討論館市合併 實在是不是最重要的意義 其實縣市合併不是我們討論的焦點 我認為 台灣目前整個行政企劃 住度不移住 那我們認為是應該要 行政企劃都讓它移住 譬如像銀家家 我們就可以把它推動為 這個朱霞市 或者是花東 北北基 高高平 我想類似這種縣市 應該要整合 就把它整合起來 那讓整個台灣的行政企劃 一致 一致性 讓國土重新做一個規劃 所以認為 全國一直的行政区域 和國土幾域 比較是問題的關鍵 台湯新聞 黃沛宇 蔡宏報道